Jord Amès The dawn of a new fragrance Miss Dior By Christian Dior Alice 阿康 后香港小店员网上日记 Cook Mademoiselle Chanel 好 回到后香港小店员网上日记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刚才看到Jingle 很怀念排队的时间 很怀念队 整条港都队已经不是这样 已经不是了 店铺都换了 我想说LV都已经在装修前 我想说它在装修前才看到 很少看自己的Jingle DNG已经不是这样 因为它换了完全不一样 上二镜的十花都不一样 隔几年就不同了 这个Jingle也隔了很久 还有这张照片的海港城真的很久 对 这张照片是再近一点的 我想是历史遗迹来的 LV已经不是这样 而且旁边的店铺都不一样 对啊 所以突然间这样 回到这一集 首先是贵姐周记 不过如果这一集上映的时候 应该大家可以看了一套Gucci 对啊 但我想录的时间 本来今天有看有没有优先场 没有啊 是没有的 我们录音的时间是未播的 是未有的 是未播的 是未上的 那我们可能再讲 再讲吧 看预告是挺不错的 但我们会分享一下 记得在戏院有没有睡着的情况 是因为我怕不知道的人 真的会睡着的 可能在开始的时候 希望他营造得好一点的气氛 先讲了个贵姐周记 如果你有听第一季 对啊 先让我们计划我们自己的 不要啊 其实我们第一季 就全部放在YouTube 对啊 第一二季都放在 in case 你不知道谁是陈仙玲 是不敢要的 对啊 第一二季都放在上去 大家可以随时 在Vega生活台 播放清单里面 就可以找到小调研第一二季 没错没错 有时间就可以听一下 听一下我们以前的声音 有多差 对啊 还有几音疼声 听到我离开了麦克风 不知为什么 是常常离开了麦克风 拼走了我的头 拼走了我的头 因为常常都很想和人对话 你明白吗 是的 那我们就讲贵姐周记 又是不知为什么 又是第一季的出现 如果你们有听我的职劫生涯的话 我是有做嘟嘟嘟的姐姐 嘟嘟劳 可以了 已经知道说什么了 某知名连锁快餐 是的 帮人开生日会 如果真的忠实粉丝 也有分享过那些生日会的癫痫 是的 如果你们记得我一天 问题来的 如果你记得我一天开过几场生日会 那你就真的有听过了 是的 欢迎大家在YouTube下面解答 是的 你自己解答 解答到你就对的话 就真的听到第一季了 我是想办法再怎样掌赏你 我可以想办法了 但是首先你留言先 首先你留言 留言之前要先赞一下 是的 你赞一下分享一下 其实我想说 我很少在自己以前上班的地方去买东西 因为真的不经过 不是刻意避开的 你知道通常都是自己在家附近的 还有要等一会 最主要是不合时间的 通常你上班都是在附近的地方买东西 是的 总之就是某一天 总之就是因为一些事 我早起床 要做一些事 因为中间夹聚餐时间 距离下一个行动 应该是行程 中间买个嘟嘟爐 那间店真的是我以前做的店铺 但是你不会想的 过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那你就当经过 好像经过自己的旧公司 那没什么 其实我只是去买东西 我想说里面的同事已经不懂了 完全不懂 连经理也不懂 现在真的不懂 他转了经理也不懂 以前也不懂 但我想说 因为这间店铺其实是改的地方 它由上面改到下面的层 是一个商场 改到下面的层 当然了 其实你知道 大部份都是做街坊生意的 所以其实有些街坊 是真的好像十年不变的 看看你什么区 那个区真的是因为那个区也是一个商场的 是的 如果你是一些住宅区的 可能是一些大型屋卷区 那他做来做去都是那些人 是的 因为大型屋卷 我于是去了一个屏幕 按按按按之后就等了 这样等的期间我就听到一个男子声 就叫麦都老妻姐姐 我心里看不懂 没有麦都老妻姐姐 而且又差一点 没有 因为平时很多街都有 不知道是我早去 是 就是不见麦都老妻姐姐的出现 只穿裙都那些 好了 然后又听到他喊 麦都老妻姐姐 我心里叫什么 真的没有 我幾乎想領後去說他 有一個人拍我 麥多娜姐姐 我說不是呀 幾乎想頂他 立刻領他 我幾乎一轉頭就想說他 那邊的職員才是 我穿上衣服不像職員 心裏面這樣想 是街坊莊 我都未去到街坊莊 因為那一早真的有事 所以真的不是街坊莊 我心裏穿成這樣 你都覺得我像MG 真沒辦法 然後他拔了我衣服 你記不記得我 其實我已經說了 無論做銷售或什麼 你真的不要期望銷售一次 或者做了什麼 是會記得你的 還要見一千幾百人 我一年內都不知見多少人 你要我記得你是有困難 但是在這個案子上 我應該真的要記得他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案子 我基本上都挺難忘的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名字 你記得你幫我開生日會嗎 我是陳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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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說了我名字 他還沒說名字 他還說你記不記得我 我就說 我也有一點估計到八成 就是我幫他開生日會的了 因為你知道 他年紀多大啊 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成二十歲了 我跟他開生日會 已經是十幾二十年前了 是 Oh my god 這樣吧 接著好了 你想想這十幾年 我一定沒有幫他開生日會 這樣很正常吧 我想他二十幾歲了 即目測是二十幾歲 三十歲了 未到三十歲了 離譜了 沒有沒有 沒有三十歲了 我想他二十幾了 中學生日開生日會 因為我記得我跟他開生日會 他是十歲了 他妹妹好像持有兩年 他跟我妹妹開生日會 我心想我記得了 然後我記起我就問他 我記得 因為我很記得他們有生日會 因為他們兩個生日 就差兩個星期 你知道父母節省錢 當然是同一個月搞定他 都正常 保食廠是正常的 MG開生日會很貴 反過來要我兩個禮拜 之後又開一次 我也吃小了 你看看以前的物價 講了十幾年前 開生日會都要一千多二千元 你現在的物價 以前的物價 你現在不止了 所以你以前的物價已經是這樣的時候 你請幾人 還要買三十塊蛋糕呢 不過以前樓下有聖德納的 現在沒有聖德納而已 以前有一間聖德納 那些人經常都是在下面買的 然後上來開 那次為什麼會令我挺難忘呢 就是因為兩個一起開 誰知道他媽媽呢 本身我不知道他答應了 應該是兩個蛋糕的 但是不知道爸爸省錢 還是媽媽省錢 只是拿了一塊蛋糕過來而已 還要壞到寫了阿哥的名字 寫了妹妹的名字 也不記得寫阿哥的牌 那麽大劑 那你應該是XXXX的嘛 如果一個牌過就XXXXX 那我原本想著把蛋糕拿回去 就叫人改了牌算了 阿哥就不願意了 有什麽理由 我們生日 已經沒了蛋糕 連牌都沒有了 要同一半 我 我心裡不是真的想要我們吃的 但是你知道小孩真的會吃牌的嘛 那唯有 你沒辦法了 因為你要開生日會 剛好已經來到了 已經來到了 即是要開了 沒有 我媽媽剛好拿過來的時候 和大哥一起過來 即是主人家來到你幫他驗貨的時候 他因為會事先先拿過來的 是的先拿過來 他那人就幸好他拿過來 如果有些客人就很壞的 開生日會那時候才拿過來 哇那你真是糟了 也不知怎麽做好 沒有了拜拜 玻璃心出現了 他兒子一看到我拿過來的時候 因為他兒子以為會之後再拿蛋糕過來 原來不是的 他媽媽就說不是 只有一個而已 然後她說 蛤那你寫著誰的名字 看到只是他妹妹 馬上生氣了 這次生氣了 然後我就立刻已經原本補充了 我就說不是的 我幫你下去補充那個名字 不行了 她不是說不行了 她說不行了 十歲的年輕人 是那些語氣 她說那怎麼辦 然後開頭有個同事就跟我說 不如找張紙插進去 我說不能吃的 沒有張紙 都很肉酸的 很噁心的 於是想到我的方法 就立刻衝下去 你等一會 然後就衝下去聖安蘭 我就滾下去聖安蘭 因為我們平時都有幫客人去買蛋糕 即是叫做街坊街里生意 我就跟他說 你給我價錢我都可以的 你可不可以幫我現在立刻寫個牌 Happy Birthday to Dudu 她說 只是買個牌嗎 是啊 因為媽媽已經不願意再買個蛋糕了 我心想都明白的 蛋糕都很貴的 蛋糕都不便宜了 你又買一個又不可以小過這個 但是兩個怎麼吃呢 怎麼吃呢 又吃不完 你做媽媽當然不會 那我就想想怎麼辦呢 於是真的走去買個牌 怕牌多少錢呢 我也想知道 但是她沒有收我錢 因為我一輩子都不知道了 那我就說算了 不用了 於是我就有極速找人送個蛋糕下來 寫好之後 你沒理由放在一起的 你明白嗎 因為本身就是不喜歡 沒有蛋糕 就唯有前後擺 前後擺的意思是 蠟燭在中間 一個牌在前面 一個牌在後面 幸好她的蛋糕好像沒有公仔 如果你在面向蛋糕的角度 就拍到阿妹的牌 在背向蛋糕的角度拍過來 就是那個牌 我亦都很幸運 蛋糕好像黑森林那些 整個圍著的生火而已 如果你想一下 隨便是Hello Kitty 還是什麼就大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補救 這件事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這些 那時候也沒有那麼多 也有的 以前也有個barby塞進去的 那也有barby留給阿妹 然後我就想說 很幸運 如果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死 所以那一隻生猶會也有點緊張 然後她就說 所以問她認不認得我 就是問我認不認得我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也忍不住說 這麼大個男人 她說 是呀 麥當勞姐姐 然後她叫了三次麥當勞姐姐 我說 你警告 不要再有麥當勞姐姐了 是 因為首先不是姐姐了 我容許你叫我做依依的 但是其實我有名字 但她的年紀又叫你姐姐 對嗎 我沒有關係 20歲的人 20歲的人 很gap的 然後她還說笑 她的媽媽 然後她跟我聊天 她的媽媽就走過來 哎呀 原來真的是你 然後我看到她的媽媽 我認得她的媽媽 是 不知道是不是給錢 那個特別容易認得 是 我記得她的媽媽 然後她就聊聊 她說 哎呀 然後她說 那次開完生日會之後 說要娶這個麥當勞姐姐 她說不要說你米呀 哈哈哈哈 我心裏面這樣想 我不會出聲 我叫你童言無忌 是這樣的 她說沒事的 這樣就說 接著那個男生 真的很不好意思笑笑 我推她的媽媽 你有什麼理由這樣說 大佬 就是尷尬一個點 然後她就問我轉頭 哎呀 買東西吃嗎 我心裡說 是呀 買東西吃 很明顯 然後就立刻 哈哈哈哈 她說很久沒有見你 我說是呀是呀 這樣就說 我說是呀 很感謝你們 拜拜 立刻逃跑 但是街坊家裡生意是會有這樣的 我有時在自己的 有時下街附近的商場買東西 有時見人眼望望望著我 是 其實我猜都是的了 不過就不好意思說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做翻組 翻組很多時候 那些阿嬸阿阿叔 基本上一天就來 或者星期六天固定會來的 客人很多的嘛 那你又是 你知道翻組是只有幾個人翻的 其實真的認得到的 會相只不過打不打招呼 有時都很尷尬的 不過現在只不過出去做事 就很少 很少那段時間會在 所以就不太覺得 不過真的沒想過 搞了這麼多年 真是 嘟嘟老姐姐 都還是會 都被人認了出來 對 真的很尷尬 而且是 已經老了很多了 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 那個 鬼姐周記 我們今天正式進入這個話題 今天的正題是甚麼 今天的正題是 我們先說雪衣吧 不如 雪... 好啊好 雪衣 雪衣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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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問我雪衣 我的同事都問我了 那你覺得雪衣怎樣 首先就是 本身人家的網站裡面 真的有寫價錢 有寫價錢 還有寫裡面有甚麼 不不不不不你先說一下 戴環 冷靜點 不好意思 以為大家都知道 給你雪衣 簡單來說 雪衣就是一個 原副KOL 不能說的 富貴KOL 基本上她的生活就是富泰 我自己是沒甚麼看她的 因為她所說的都是那些 例如平時都是出入Hermes 這次的事件是甚麼事呢 她是買了一個 6000元 Chanel化妝品的 香水calendar 因為 其實她原本是想著 將裡面的calendar的東西 送給她的網友 但是後來發現原來擦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是不如理想的 所以她覺得有點崩潰 中間就很戲劇化形容她的崩潰 加少了drama 很dramatic 史坦尼斯拉夫斯的方法演技 她也挺好的 她也挺好的 是否都是Number 5的 那個 是呀 是呀 不是 香水不是Number 5的 我不知道 噢 OK 很多人就說 首先阿雪衣本身是要托上托去買的 又要排隊又要行的 首先這個當然不是官方證實 但我有個客人她自己有的 她就說很早都預訂了 其實如果預訂就不用那麼辛苦 當然她是限量的 我現在找些圖給大家看看 本身就是這個 我想說 這個這個這個 不是下面那個 這個這個 首先說 這個叫倒數月曆 倒數月曆這件事 本身就是外國很流行 是呀 外國的策禮物 你問是不是去到完全不值得的地步 首先大家要接受就是 Kalendar是這兩年才流行的 第二就是Kalendar 顧名思義 基本上如果是化妝品Kalendar 你預算了他們就把Tesla放進去 是 我覺得 so far如果有一支香水加一件貨妝的唇膏 都不是特別大錯 其實我so far覺得 其實它惹不少 不是呀 全部都是來的 是呀全部都是來的 是一個package 那我覺得 有底又不值 下面人家都有Description 很長的 人家是有Description 說明裏面有什麼的 如果其實你看了這個才去買 就不會有你現在這個崩潰的狀況 指甲油都有 現在才看到 因為我一直看網站都是看這邊 我沒有看這邊的 其實有兩支唇膏 那我不可以說是圍到本 但是不是它說得那麼差 你本身買這些東西就不是說是圍本的啦 老實說6000元買Chanel 袋皮都未買到 真的袋皮都未必買到的 尤其是classic款已經去到6萬的時候 然後呢 是 還有我有個 剛巧 我看到有個評論下面 是我有個以前這間公司的Trainer 哦 他跟別人有涉戰唇槍的 是 當然對我來說我不會很無聊做這件事的 但是 我的時間是需要去 有其他更好的東西做 看看手作也好 如果你再問 其實這套東西 如果你們認識Chanel的話 這件東西幾乎是包含了整個Chanel的歷史的啦 No.5 Chandong 即是這個 Hu Kumbong的香水瓶 其他的 即是右手邊金黃色的那個 是的 其實你問是否有歷史價值 是有的 因為其實他連Chanel都做了他的香水瓶 如果你問香水瓶的歷史的話 就是方登廣場 上面的水瓶是六角形 六角形水瓶 5字是Chanel的女士很喜歡這個數字 加上這支No.5的香水 其實是他實驗品的5號 所以才叫No.5 所以很多條Line他都叫No.5的了 連那隻紅色指甲油 也是Chanel自己很喜歡的 你問是否很多東西沒有用 Chanel裡面僅有很多東西沒有用的 這樣也正常 所以你說我自己覺得是明買明賣 人家都寫出來給你 別人又不是福袋 別人都放在網上是預購的 你說福袋 我覺得還有一點點不對的成份 但是這樣就沒有不對了 而且我覺得 譬如你買Kios 買其他Lakaleen那些 Lakaleen那些 Chanel都是差不多 只不過別人都是把貨裝 加上一些TESTA放進去 我覺得買Kanelder 這些就真的預料了 當然在凡人的角度 你問我會不會6,200元買這個東西 我當然不會 正常都不會 當然啦 但是 如果你是有些錢 或是你又想show off 你當存一件 存一件是Chanel的東西 你不知道下年出不出的 可能就這樣出一次 被你罵完之後 可能更加不出 不就不知道 人家可能不會聽你說 whatever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如果別人不再出 其實你才更加有價值 其實它的東西 No.5上面鵝蛋型的護手箱 是它最近Chanel Factory的東西 啊 是啊 還有唇膏那些一直都有 那些 我告訴你 你一分鐘寫過的字 又是Karlagafel寫的 然後鑰匙扣又是為了這次設計的 它每一次都是為了這次設計鑰匙扣的 香水 還有那個 你見過的鑰匙扣 通洞那個也是為了這次設計的 過往我都沒見過的 那些拍子簿那些你可能覺得不值 是啊 但是 我不覺得去到那麼離譜的狀態 我覺得 個人意見 你覺得不值就不要買 是 都是這樣 你買完就不要怨了 難道你六萬元買一個Chanel的袋好帥嗎 如果我六萬多元就買了Lindy 那你又六萬元買一隻袋 你問我六萬元買一隻袋 不如八萬元買一隻Chanel 更值得 你都拿六萬元出來 拿兩萬元出來配一隻袋 真的這麼難嗎 當然 說八萬元 其實你再多八萬元的東西 但是你是不是覺得值得 那些人 二十幾萬 買了其他東西 然後就是為了買一隻袋 是不是叫值得 我覺得價值觀 其實價值是大家相對的 每個人不同 那些人每個人去排 最初Chanel 在PMQ做個展覽 你那些人每天都去排排 那個布袋 那個布袋已經印到無限印了 已經隨街都見了 不知道多少錢成本 你那些人不是去搶 就是一樣而已 我覺得 觀點與角度 但是他個人覺得不值 但是如果問的話 我又不是覺得很 就是不是需要 覺得別人是放了一定的物品 我覺得是明買明買 至少 至少是明買明買 你問值不值 我自己不會買 但是 他是明買明買 他沒有騙你 至少 他有告訴你 裡面是什麼 還有我見Description 別人都很詳細 是啊 很詳細的 這下就真的是 幾張紙都寫了給你 是啊 一套幾張都有的 幾個Mail都寫了給你 那個Buff Soup是幾個Gram都寫了給你 是啊 我覺得已經沒有什麼懸念了 你問我如果有錢 我都會儲一套的 是啊 有紀念價值的 是啊 無論如何 不要緊 希望他開心 我們接著的題目 糟了 我已經講了半個小時了 沒有 20分鐘 20分鐘 OK 我們接下來說 就是最近 不知道為什麼今年 這幾年特別多 有一個玉華事件 肯定是他不對的 告訴你 是 沒錯 肯定 有什麼理由 是不是 最近就是迪奧 迪奧 迪奧廣告 這個真的蠻徹底的 其實我也想說 過往我們都可以說是文化猜疑 過往我們很多時候都說 你知道 外國攝影師 肯定是對中國人有另一些 會令家庭觀眾有不安 有不安很正常的 例如就是某些 以下的相片會令大家不安 敬請留意 有需要 找你身邊的人 跟你一起看 可以了 我們可以開始鋪照 這張相 我覺得應該都是仿清朝的東西 這張相 坦白說 眼妝真的離譜了一點 新一季的迪奧廣告 立即有肉環 現在迪奧聲稱是藝術作品 並不是商業用途 也要撤走 這張相片應該只是網絡 已經跪了 跪了 連攝影師也跪了 是應該要跪的 是 你知道 那不太容易跪了 對 這張相片為甚麼都要死得徹底 就是因為連攝影師都是北京設計師 這件事很害怕 但我有這樣說 有時候 你經常說 肉環 我估計是你 鬼佬才會肉環 這次的 你自己的人 我都找回 他找你有外國戶籍 我不知道 但這個 的確是有多反映出 歐洲品牌的確 對亞洲人的文化 不算很認識 這是我到現在不明白的 明明已經進入這個市場那麼多年了 我想他們是 我會這樣說 他們一碰到東方話題 就會很想擺很多東方的ICONIC SYMBLE的東西 而放棄了他們本身是追求美感的 其實我想說 迪奧這個牌子 是有名的屬女牌子 是啊 Lady Dior 這隻都是新版的Lady Dior 所以我的確是有一點不明白為什麼要用這個展現方式 不知道是不是有新一季的Runway加持 有些東西 很難說他可能Runway 其實有些位置都很像合Dior 你看到花花 是啊 花花也是Dior其中一個很會用的元素 會用的元素 但這幾年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民族的世界地球村的嚴重爆發 大家都很想進入這個市場 還有大家很全球一體化 覺得每一個人都是平等 所以無論有墨市 或者是有什麼模特兒都出現 沒有問題 所以你不發現很多品牌現在都會用有雀斑的模特兒 甚至乎可能它是沒有雀斑 特意點下去也不奇怪 可能是用很多的 我們可以看下一張繼續陰森恐怖的Burried廣告 是 這張解像道有些問題自己上網找回 由於太恐怖的關係 這張也是蠻揭示到 外國的朋友不是很認識中國文化 而又去接觸中國文化的相片 他是想演夫家平照的 左下角的小女兒 是 整個鬼眼 他完全是麻利副遺產什麼時候給我 我想說就真的有點浪費了 因為其實本身的衣服都挺漂亮的 其實他又找了一些明星過來 所以右上角那個已經不知道 這陣子不能出場了 是的 還是有點可惜 但這個我仍然是屬於文化差異 因為視頻師都是外國人 還有另一張如果大家提醒起 Pizza事件 不過這件事阿芬也有說 所以我想大家也有印象 這件事也有印象 死罪就只有一雙筷子身上 死罪在他的筷子身上 如果你說是 Luxury Brand的廣告 開始被辱華 開始辱華的先驅 就應該是他 辱華先驅 辱華先驅應該是 Dolger & Gabbana 應該是 很多東西都是先驅 真的廣東道那件事 不是 在中港都是先驅 中港都是先驅 Dolger & Gabbana 走得很前 走得很前 沒問題的 人出生的必經三大階段 出生 辱華 和死亡 經一次錯一次 一定不會再發生 這些事 先聽著 所以這次更加令我覺得 迪奧的舌頭 真是由頭到尾 都是自己舌頭 但是你前面那麼多人都已經試過 你想想普通一張照片都沒有搞過什麼 已經辱華了 是啊 已經辱華了 我覺得這樣的 其實那些品牌 如果我們用辱華filter 我覺得應該請Facebook的admin 去過一過濾 是啊 是不是 Facebook的admin 簡直是 過濾辱華 辱華的 素材的先鋒 國際把關者 國際把關者 你應該先讓人看一看 請他們出來 特意審查一下你的內容 沒問題了 立即放出來 而且你既然要供入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有這麼多人買你的 而你又知道這個市場的人的內心 是比較脆弱的 你想想之前好像是Alexander McQueen 還是哪個牌子 那件衣服是台灣 台灣兩個字 辱華 辱華 分裂 分裂祖國 是他不適合這次 你明白嗎 這樣也很漂亮的 你寫TW都不行的 其實 我也覺得是有問題的 又不行的 辱華了 所以你想想你為什麼 經歷過這麼多事件之後 其實不是這張 我們抽出來的這張 只是最醜的樣子 不好意思 我拿的時候是最醜的 還有其他相片 都不見得漂亮的 都不見得漂亮 但基本上都是辱華的 我們再來 沒有 可以再看的 因為他之前有的 大家上網找 我不明白為何重覆犯錯 已經是前面有 我想說 Burberry那張 不是很久之前的 是2019年 還是2020年 我想是 是 是 真的很近 在2020年發生 你都這樣 如果你說服裝 你出了 我還算 服裝的事比較早 但相片廣告的事 你不會做 其實 你真的是那季才做 我覺得 這件事真的說不通 你怎樣都好 年頭之外 一條都糟糕的時候 年尾 你怎樣都改得次廣告 而且是今年年尾 你想想你多久之前拍這個廣告 我很肯定是在前面前居可鑑的之後 發生的 都沒有人去提他 嗯 我先不要理會你的攝影師 為什麼會這樣拍出來 有時可能那一刻 藝術的細胞上腦 或者是 突然間覺得有這個需要 覺得這件事才是make sense 很難說藝術家的事 但是 你有人去 approve 這件事 不是 你一堆人 approve的 你還要是 你這間是上市公司 你一個廣告一定是一萬人 去搞過了 才會有這件事出現 但是都會變成這樣 這個 叫做在網上找過來的 Sauce都不遮了 其他系列 又真的離譜了 是啊 都是真的有些說不通的 嗯 是啊 所以就 是啊 是啊 是你不對 你那種由頭到尾 又沒有去預計 明知道有這些事 又沒有人去阻止 最終令到這件事這樣發生 可能他想著我找的是一個 華人的攝影師 你自己不會辱自己的嘛 但你也看一看 你前面第一個人吃pizza 第二個人這樣 第三個你覺得 你真心 他要擺展覽 我先不想 我先不要去說 先不要去說你本身 什麼設計師 你自己三張照片放在一起 是 你三張照片 由D&G那張到Burberry那張 加上你自己的這張 你三張放在一起 嗯 玉華三部曲 玉華三部曲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放這張照片 你覺得自己會不會是玉華 所以我不是說 應該請Facebook的admin 我之後要說 就是 你可以說 不過 他的反應也很快 他反應就立刻跪了 是 不想了 完全立刻立刻跪下去 這些 是啊 攝影師也跪得很快 很快 對呀 玉華就是要認的 是不是 是 希望下次不要發生這些錯誤 是的 還有 所以證明了 即使找自己國家設計的 使命師都不是代表安全 最好也是 聽我的建議 找Facebook的admin 是 沒錯 你可以找回自己Dior的page的admin 他分中還認識過你 中國區 對呀 中國區admin 幫到你 是的 你隨便找中國區的 做開這些admin 一定 Stand up 有個生產業 你可以開一間公司 是專門幫外國品牌 screen 他所有在中國做的事 會不會是玉華 是的 無論是產品 廣告 聲音 顏色 這些都可能是玉華 很重要的 是的 是的 說不定我們有 有凸億人口 十幾億人 是的 一人吐喊口水你也會死 所以千萬不要玉華 知道嗎 我們今天的告計就是千萬物玉華 是的 我們今集節目差不多了 接著是差不多的 的確是 我們預告一下 我們有什麼 今集是短一點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前面還錄了一些東西 你聽到我把聲音 應該看了 正常 是的 出了街先的 我們錄了一段片 那段片又花了少許時間 是的 所以聲音已經開始有點沙啞了 下一集希望說些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些東西還沒follow up 首先應該要follow up就是陳詩玲 陳詩玲應該最近人有次會再來 還有綠帽藍 綠燈俠 不好意思 說錯了 什麼綠帽 你再說一次 我給他機會你再說一次 綠燈俠 沒錯 綠燈俠的update 還有下一次就差不多 12月 又是時候update大家的聖誕節 聖誕節前 對聖誕節 計時間都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 各位男士又是要 煩惱的時候 又是剪開錢包 是打開和剪走錢包 又是時候了 所以我想反過來說 聽眾如果有什麼關於聖誕的 現在好問 真的 你聽這集的時候好問 是啊 因為我們有時候 不好意思 有時候聽眾問我們 我們都要花時間去 去找 因為 是啊 所以未必說 立即 就能回答你 你上班呢 是不是 是啊 所以就預早一點問 還是好一點 預早一點問 如果你說 什麼budget 是啊 你說多一點 例如說 你最好告訴我 你過往送了什麼給他 或者喜好 你不要讓我回答一些很雖然的答案 不然你每個人都買 某些東西的時候就糟糕了 難道一律建議 一律建議買Hermes嗎 是不是 沒理由這樣 問買什麼 一律建議Hermes 我覺得是很不人道的 是不是 如果下次買什麼 你真的想我幫到你的話 你就最好 說多一點背景 多少歲 之前買過多少次東西給他 之前買了什麼 我要知道 大一個level 要去到哪裏 幫你鋪定路 OK 那我們下集再見 好吧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